第2881章末法遗迹 庆公主看了一眼叶玄 摇头一笑 这位叶公子 脾气挺爆的呢 惊空尽头 那道声音突然道 如你所愿 说完 其彻底消失不见 叶玄收起青玄剑 转头看向姓公主 殿下 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吧 庆公主笑道 没有 叶玄有些诧异 据我所知 新月教与古帝国好像是联盟关系 庆公主眨了眨眼 是你杀的 可不是我杀的 他们就算要怪 也没有理由来怪我呢 叶玄点头 确实 庆公主笑道 我们去末法遗迹吧 声音落下 一股恐怖的威压 突然自天际席卷而下 叶玄眉头微皱 她抬头看去 天突然暗了下来 接着 一条长达数万丈的黄金巨龙 出现在帝都上空 这条巨龙与她之前看过的不同 这条巨龙声有四亿 伸展开来 真的时遮天蔽日 除此之外 其尾巴极长 足有千丈 宛如刀锋一般 唯唯扫过 时空都直接被撕裂开来 极其害人 庆公主笑道 叶公子 请 说完 她直接带着叶玄来到龙背上 庆公主又脚轻轻一点 整条巨龙顿时化作一道黑光消失在远处 路上 庆公主突然转头看向叶玄 叶公子 可否看看你的剑 叶玄笑道 可以 说完 她掌心摊开 清玄剑飘到庆公主面前 庆公主拿起清玄剑 片刻后 她眼中闪过一抹复杂 叶公子 你这宝物也太多了 叶玄笑道 古帝国的宝物应该也不少才是 庆公主将清玄剑底还给叶玄 我古帝国所有宝物在叶公子面前 真的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叶玄突然道 信殿下 那道火可是在古帝国 庆公主摇头 道火在新月教 新月教 闻言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难道这个家伙去了新月教 庆公主突然道 叶公子对那道火感兴趣 叶玄审声道 信殿下可知零度时空 庆公主突然转头看向叶玄 不说话 叶玄笑道 怎么 庆公主审声道 就目前而言 整个古域知道零度时空者 绝对不超过五个 叶玄眉头微皱 为何 庆公主笑道 零度时空 是一种特殊时空 其级别还在岁月时空之上 而我们之所以知道零度时空 还是因为末法时代 叶玄突然道 信公主 你知道这些时空的负责人 都是些什么人吗 庆公主看向叶玄 叶玄笑道 道门 庆公主沉默 叶玄清笑道 恕我直言 来到古帝国后 我发现 你们这里的人好像都很低估 大道比主人 信公主突然道 叶公子可知我们当年为何要灭这道门 叶玄摇头 庆公主笑道 当年的道门 就像一个暴君 利用她所掌握的规则与力量 奴役着无数的势力与人 道门之主的儿子 喜女色 每年要让各族各势力进贡无数美艳女子 而凡有不从者 就是灭门灭族 闻言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庆公主微微一笑 我没有添油加醋 那个时代 道门一家独大 大道没有对手 加上大道比主人又没有对他们进行约束 于是 他们行事越来越肆无忌惮 道门的恶行 心逐难书 说着 他看向叶玄 笑道 叶公子来古帝国后 应该已经发现 这里的人对你好像并不是很友好 包括那位成公子 他们对你的敌意 不是没有缘由的 叶玄沉默 这他倒是没有想到 这道门居然如此作恶 庆公主又道 我调查过叶公子 叶公子虽然是道门的 但所作所为与道门却截然不同 叶玄道 姓公主 道门与贵国的恩怨 我现在没有太大兴趣 毕竟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我这次来古狱 目的是太初书 说着 他顿了顿 又道 姓公主 我想在古狱开书院 你看行不 庆公主笑道 我看不太行 叶玄眨了眨眼 商量一下拜 姓公主微微一笑 若是一般书院 让叶公子你开 倒也无妨 但叶公子的书院却不同 你这书院带有革命性质 若是让你在古狱开书院 在不久的未来 书院肯定会压制皇权 这是看透本质了 叶玄点了点头 姓公主不同意 那就算了 他自然不能强行来古帝国开书院 除非灭了古帝国 现在古帝国之所以不同意 那是因为书院的势力还没有发展到这边俩 某一天 当书院的实力远远超过古帝国后 古帝国会自己主动加入书院的 姓公主看了一眼叶玄 没有再多说什么 在巨龙的带领下 没多久 叶玄与姓公主便是来到了一尊高达万丈的巨大雕像前 雕像屹立在山巅之上 从雕像位置看去 可见一片高耸入云的古老建筑遗迹 叶玄轻声道 这里就是末法遗迹吗 姓公主点头 是的 说着 她突然轻轻捏了捏那尊雕像 你看这 这是传说中的秘精 这种秘精只存在岁月时空内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东西非常非常稀有 因为它密度特别厚 可以用来打造防身之物 而在这里 却像大白菜一样 秘精 叶玄仔细打亮了一眼那尊雕像 如这姓公主所说 这材料确实很特殊 若是用来打造盔甲什么的 绝对是顶级的 叶玄突然道 姓公主 这雕像你要不 请公主看向叶玄 笑道 叶公子想要 叶玄笑道 若是平常 我肯定要的 不过 这一季并不是我发现的 而且 我又没有出力 实在不太好意思要 秦公主微微一笑 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远处天际突然传来 一道强大的气息 秦公主转头看了一眼 然后笑道 新月教的人来了 叶玄看向天际 这时 一名青年男子走了下来 青年男子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走到姓公主面前 姓殿下 请公主笑道 叶公子 先探一记 至于你们与叶公子的恩怨 出来之后再自行解决 可行 青年男子点头 可以 叶玄笑了笑 没有说话 请公主看向叶玄 笑道 叶公子 这密经虽好 但我相信 末法一记内 还有更好的 说完 他朝着远处走去 岳公子当即跟了过去 叶玄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也跟了过去 而在三人刚踏入末法一记的那一瞬间 三人眉头皆是瞬间皱了起来 因为一股无形的静置 直接封印了他们所有的修为与玄器 封印能力 叶玄尝试了一下运用玄器 然而 没有任何作用 此刻他的所有能力仿佛就消失一般 这时 小比突然道 催动道印 文言 叶玄当即照作 当他催动道印的那一瞬间 在踏实海之中的道印突然微微一颤 紧接着 他发现 他力量恢复了 不过 他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连忙停下 这时 小比道 道印 可破天地间一切规则封印 这岁月时代的规则封印虽然强大 但也强不过主人的规则与大道 叶玄点头 你主人有两把刷子的 脚比 这时 姓公主突然道 这个地方 很特殊呢 那岁公子看了一眼远处 走吧 三人继续前进 没多久 三人来到一处石台前 石台是残缺的 在石台之上 屹立着一根石柱 石柱的顶端 站着一名手持盾牌低士兵雕像 叶玄走进雕像 他轻轻抚摸了一下 然后惊叹道 竟然也是用秘精打造的 这末法时代也太有钱了 庆公主笑道 或许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之所以缺秘精 就是因为都被末法时代的强者收了起来 叶玄笑道 前人享受 后人遭殃 庆公主笑了笑 然后道 走 进去深处看看 说完 他朝着远处走去 叶玄看了一眼那雕像与石台 他很想直接收起来 奈何脸皮太薄 做不出这种事情 三人继续前进 不疑会 三人来到一座高塔前 这座高塔高达数万丈 直入云霄深处 叶玄连忙走近一看 他眉头皱了起来 这一次 这高塔的材料不是秘精 庆公主突然道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真金 真金 听到信公主的话 一旁的月公子眼同顿时为之一缩 叶玄看向信公主 真金 庆公主审声道 一种特殊的金属 一颗星球燃烧殆尽后 才会产出少量的这种真金 而眼前说着 他抬头看向眼前的这座高塔 脸上也是充满了震撼 他是见过失面的 但不得不说 还是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惊到了 太好了 真金 一悬仔细打亮了一眼这座高塔 这一刻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一个穷人 真的是好啊 这时 一旁的月公子突然道 信公主 此塔 你我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叶公子转头看向叶玄 叶玄还在打亮着眼前的高塔 不知在想什么 第2882章太侮辱人了 月公子看了一眼叶玄 面无表情 信公主看了一眼眼前的高塔 笑道 月公子 我觉得 我们怕是收不走这座高塔 文言 月公子眉头皱了起来 此刻他才想起来 他修为全无 不仅如此 连纳戒都无法使用 使用纳戒也是需要灵气的 月公子脸色沉了下来 信公主道 我们得想办法解除掉此地的禁制 否则 我们什么也带不走 而且 此地没有那么简单 收保物之事 先不及 说完 他突然看向叶玄 叶公子 你觉得呢 叶玄正色道 不急 不急 我也不急 敬公主笑道 那我们进塔看看 说着 他朝着塔内走去 月公子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也随之跟了进去 叶玄心中道 小比 你能感受到塔内有危险没 脚比道 没有危险 叶玄微微点头 然后跟了过去 脚比又道 你放心 你妹照着你 你去哪里都没有危险 对任何地方而言 你才是危险 叶玄 进入塔后 叶玄发现 这塔的第一层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古籍 书库 叶玄眉头微皱 她走到一旁随意拿起一本古籍 打开一看 然而什么都看不懂 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文字 请公主走到叶玄身旁 她拿起旁边一本古籍 看了片刻后 她笑道 文史 叶玄看向姓公主 文史 请公主点头 一本文学作品 叶玄道 你能看得懂 请公主点头 之前在岁月时空内 我接触过末法时代的人 向他们学习了他们时代的文字 叶玄笑道 教我 请公主点头 她并指点在叶玄眉间 空 一瞬间 无数讯息进入叶玄时海内 片刻后 她看向手中的古籍 此刻 她已经能够看得懂了 请公主突然道 我们上楼看看 叶玄点头 好 三人上楼 而来到第二层时 他们发现 第二层与第一层一样 都是古籍 足足有上百万本 什么类型都有 叶玄有些差异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座书库呢 三人继续上楼 然而 第三层与楼下一样 也都是古籍 不一会 三人来到塔顶第二层 而这一层也是古籍 一旁 月公子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这些古籍都是一些普通的书籍 并没有功法与武纪类 请公主抬头看向最后一层 这最后一层 应该是别的什么 叶玄笑道 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请公主点头 三人来到最后一层 上来之后 三人发现 这里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古籍 在正中央 那里悬浮着一颗白球 见到这颗白球 那月公子顿时来了兴趣 就在这时 那颗白球突然微微颤动起来 紧接着 一道光投了出来 光内 一名身着灰色斗篷的老者 出现在三人面前 叶玄看了一眼斗篷老者 没有说话 而那月公子则神色戒备无比 他掌心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道福禄 斗篷老者突然缓缓睁开双眼 他看向叶玄三人 最终 他目光落在了叶玄身上 当看到叶玄时 他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亲公主看了一眼叶玄没有说话 这时斗篷老者突然道天命传承者 叶玄道你认识大道比主人 斗篷老者看着叶玄你命运好复杂 叶玄沉默斗篷老者继续道这是到书塔 整个末法时代所有的文献与古籍都在这里 而我一直在这里等待一位传承者 叶玄眨了眨眼 那传承者是我吗 亲公主看向叶玄 恶然 月公子冷冷看了一眼叶玄 好不要脸 斗篷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其实不是你 文言 叶玄顿时撇了撇嘴 而这时 斗篷老者又道 不过 我觉得你更合适 文言 叶玄顿时高兴的不行 你很有眼光的 斗篷老者无语 叶玄道 实不相瞒 我是搞书院的 这些古书在我这里 更能够让他们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价值 相信我 我能让末法时代文明重现世间 被世人所知晓 斗篷老者审声道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叶玄眉头微皱 什么意思 斗篷老者道 我的意思是 我想将到书塔暂时交给你保管 等未来某一天 你再交给另外一个人 叶玄盯着斗篷老者 暂时保管 斗篷老者点头 是的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很抱歉 你不是我们要等的人 但是 我们要等的人 与你有极大关系 而且 如今这时代 也只有你才能够保管好我们末法时代的文明 叶玄审声道 你们要等的人 跟我有极大的关系 斗篷老者微微点头 是的 叶玄很是好奇 是什么人 斗篷老者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道 应该是你的儿子 叶玄愣住 我的儿子 斗篷老者点头 是的 叶玄审声道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我还没有儿子 斗篷老者道 现在没有 是正常的 再过两千多万年 应该就有了 叶玄看着斗篷老者 为什么要给我儿子 斗篷老者不说话 叶玄平静道 不能说吗 斗篷老者点头 确实不太好说 因为这涉及到一些不太好的因果 我只能说 阁下的儿子 是我们要等的人 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复兴我们末法时代文明 叶玄指了指自己 我不能 斗篷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据我们了解 你属于拿钱不办事的那种 所以 叶玄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 妈的 太侮辱人了 斗篷老者连忙道 我们并没有冒犯阁下的意思 只是 我们更期待与阁下儿子结缘 这道书阁内的所有古籍 承载着我们末法时代的文明传承 我们希望他能够复兴末法时代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末法时代还有人活着吗 斗篷老者点头 有 都在末法界 不过 都已经沉睡冰封 叶玄道 我能帮助你们吗 斗篷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 我们不需要您帮忙 文言 叶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斗篷老者苦笑 阁下 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真的 我们愿意再等两千多年 叶玄笑道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们为何执着于要等我未来的儿子呢 应该是有什么原因的吧 斗篷老者沉默片刻后 道 在我们预知之中 他是虚真世界的终结者 也是另一个世界的缔造者 叶玄双眼微眯 虚真世界的终结者 斗篷老者点头 当年我族遭受大难时 我族的所有先知行者聚集在一起 以生命作为代价 换取我族未来一份生机 而在我们先知行者的预测之中 他是未来虚真世界的终结者 也是新世界的缔造者 我族若是能够效忠于他 将能够有机会恢复末法时代文明 达到另一个高度 因此 我族在大难之时 以极大的代价封印了族人 让族人陷入沉睡 等待那个日子到来 亦玄有些好奇 我呢 你们给我算过没 斗篷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摇头 没有 叶玄不解 为什么没有 斗篷老者苦笑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您身上有大因果遮掩 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您的未来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我觉得你们有点舍尽求远了 我没有自夸的意思 但我觉得 我也能够帮助你们末法时代的 何必等我儿子呢 斗篷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您也很厉害的 但是 我们还是在等等吧 一选表情将注 就在这时 一旁的那月公子突然道 阁下 这一记是我们新月教于古帝国发现的 这座小塔里应是我新月教于古帝国的 斗篷老者看了一眼月公子 我能够感觉到 你对这位大道传承者充满了敌意 我有些难以置信 到底是什么给了你勇气去敌视一位当代大道传承者的 月公子冷笑 大道传承者 你可知 道门当年被我们灭掉 而那位大道比主人却连屁都不敢出来放一个 即使是如今的天道 也对我们新月教于古帝国臣服 文言 斗篷老者眉头皱了起来 冒昧一问 你在现如今这个时代属于什么水平 月公子冷声道 自然是顶尖水平 顶尖 斗篷老者摇头 恕我直言 如今外面这个时代应该属于一个低等文明时代 因为似你这种 在我们末法时代 那完全就是炮灰级别的 不对连炮灰都算不上 说着 他顿了顿 又道 没有侮辱你的意思 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 若是你不信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说完 他突然打了一个响指 哼 月公子整个人直接开始燃烧起来 月公子惊骇无比 你 你做什么 你 斗篷老者没有说话 眼看自己就要彻底消失 月公子突然看向叶玄 怒道 我若有事 你必死无疑 卧槽 夜玄 第2883章拜托了 夜玄突然看向斗篷老者 先暂停一下 斗篷老者点头 好的 说完 他又手轻轻压了压 那月公子身上的神秘力量顿时消失 月公子整个人面色苍白 贪软倒地 夜玄看着月公子 我有点不太明白的是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月公子死死盯着夜玄 你跟他是一伙的 夜玄眨了眨眼 然后看向斗篷老者 我们是一伙的吗 斗篷老者想了想 然后道 严格来说 我们将是您儿子的追随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算是一伙的 夜玄无语 妈的 他真是被搞得无语了 斗篷老者善笑了笑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能够与您是一伙 我们深感荣幸的 说着 他看了一眼一旁 贪软在地上的月公子 这种蝼蚁竟然也敢冒犯您 死不足惜 我可以继续开始了吗 夜玄想了想 然后点头 随你 大胆 月公子怒吼 夜玄 你敢 你 这时 斗篷老者突然轻轻一挥手 一瞬间 那月公子直接化为灰烬 夜玄看向信公主 他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信公主想了想 然后道 我觉得新月教可能不太会信 夜玄当即转头看向斗篷老者 你能顺便把新月教也灭了吗 斗篷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一旦离开这里 恐有大结束 说着 他看了一眼夜玄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恕我冒昧 你在外面混得是不是不太好 夜玄审声道 为何这么说 斗篷老者审声道 那种蝼蚁也敢冒犯你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的 夜玄无言以对 这时 一旁的信公主突然道 阁下方才说 末法时代曾经遭受过大难 斗篷老者点头 是的 敬公主微微一笑 能说说吗 斗篷老者摇头 不能 敬公主微微一愣 然后摇头一笑 好吧 斗篷老者笑道 姑娘 有些事情不能好奇 当年那份恩怨因果 于你而言 不知道 便是平安 敬公主点头 我明白了 夜玄审声道 这么说 若是得到你们的效忠 也将承受极大的因果 斗篷老者点头 是的 夜玄看着斗篷老者 那你这不是坑我儿子吗 斗篷老者微微一笑 放心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您不要担心 您的儿子承受得起我们这份因果的 夜玄不解 为何 斗篷老者笑道 因为他有您在 这份强大的因果 以后你能帮他扛起的 夜玄表情僵住 很快 他脸色变得无比的难看起来 你这不是坑儿子 你这是他妈坑爹 斗篷老者善笑了笑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遇到你 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缘分 夜玄面无表情 我不管你们跟我儿子的事情 我只想问 现在对我有没有什么好处 斗篷老者想了想 然后道 我们留给你儿子的 夜玄看着斗篷老者 不说话 斗篷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尊敬的 夜玄摆了摆手 别说尊敬的了 我感觉不到你们的尊敬 来点实际的吧 不然 你们就继续在这里等我儿子吧 斗篷老者连忙道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唯有好处 说着 他掌心摊开 一本厚厚的古籍缓缓飘到夜玄面前 夜玄不解 这是 斗篷老者笑道 这是末法天书 夜玄眉头微皱 末法天书 斗篷老者点头 是的 我末法时代一种特殊修炼功法 夜玄打开看了一眼 很快 他摇头 不好 换个 斗篷老者愣住 夜玄掌心摊开 太初心法与宇宙心法飘到斗篷老者面前 你自己看看 斗篷老者打开看了一眼 很快 他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起来 天啊 这竟然是大道比主人创造的功法 说完 他看向夜玄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我可以抄一份吗 夜玄沉默 他人麻了 斗篷老者越发激动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老实说 我能够感受到 你身上有质保 而相比你身上的质保 我末法时代的神物实在是不值一提 因此 我才会给您功法 但我没有想到 您的功法竟然也是如此顶级的 哎 欠丑了 欠丑了 夜玄看了一眼斗篷老者 然后道 你可以给我一点钱什么的 不得不说 他还是缺钱 搞书院与修炼 都需要钱 特别是现在 他想好好培养一下官选位 他很想搞一支能够打遍全宇宙的无敌部队 斗篷老者看着夜玄 您需要钱 夜玄点头 是的 斗篷老者想了想 然后道 这原本是我们要留给您儿子的 夜玄道 我替他保管 你给我 我替我儿子保管 斗篷老者看了一眼夜玄 这 夜玄正色道 你认为我会贪我儿子的东西吗 我不是那种人 斗篷老者想了想 然后拿出一枚那戒递给夜玄 这个给你 夜玄连忙接过那戒 那戒内 是一种特殊的晶石 这种晶石通体成深紫色 其内散发着极其强大的能量 夜玄有些好奇 这是 斗篷老者笑道 这是末法紫金 存在于末法时空之中 是我末法时代独有的灵精 对修炼之人帮助极大 夜玄拿出一枚感受了一下 很快 他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特殊的末法紫金 比他现在掌握的菩萨精能量精纯了数倍 好东西啊 夜玄看了一眼 这末法紫金足足有上百万之多 夜玄突然看向斗篷老者 只有一百万 斗篷老者看了一眼夜玄 是的 夜玄审声道 不太可能吧 斗篷老者认真道 真的只有一百万 夜玄想了想 然后点头 好吧 一百万 也挺多了 这玩意拿出去 绝对是非常稀有的 见到夜玄没有再追问 斗篷老者顿时松了一口气 那几百亿算是保住了 夜玄突然道 那种真金 你有没有 也给我一点败 斗篷老者点头 有的 说完 他掌心摊开 一枚那戒出现在夜玄面前 这里面的真金 足够打造上百万件盔甲或者武器 夜玄笑了笑 然后收了起来 次是想到什么 他看了一眼一旁姓公主 然后道 有没有什么好处给我这位朋友 毕竟是姓公主带她来的 怎么也得给人家搞点好处才行 听到夜玄的话 姓公主微微一愣 显然 他没有想到夜玄会为她争取好处 斗篷老者看了一眼姓公主 然后道 这位姑娘也是不简单呢 夜玄道 你可别糊弄 直接给点实质性好处吧 斗篷老者微微一笑 然后掌心摊开 一枚那戒缓缓飘到姓公主面前 夜玄有些好奇 是什么 斗篷老者笑道 这位姑娘的天赋极高 上限也很高 但是 她现在处于的时代武道文明太低 虽然有这宇宙心法与太初心法 但还是远远不够 那戒内是一份传承 一份我末法时代的武道传承 其中有许多玄傲且强大的修炼之法 包括了神通 秘术 摘心术等等 总之 很全面 对这位姑娘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 文言 夜玄看向姓公主 姓公主正说道 多谢 斗篷老者笑道 客气了 说着 她又看向夜玄 尊敬的大道传承者 我不能在外借贷太久 否则 能量过多消耗的话 会影响我本体 所以 我要消失了 说到这 她对着夜玄深深一礼 我希望你能够带着我们整个末法时代遗迹 在未来的某一天 将我们交到您儿子手上 拜托了 夜玄审声道 可以 斗篷老者微微一笑 然后掌心摊开 一枚黑色戒指突然出现在夜玄面前 当你们离开此地之后 您催动此地 这个地方就会消失 未来 这枚末法戒指在遇到您儿子后 她会主动认主 夜玄点头 好的 我明白了 你安心地去吧 斗篷老者表情僵住 自己这是去沉睡 说得好像是去死一样 斗篷老者对着夜玄深深一礼 然后消失不见 夜玄带着姓公主离开了高塔 外面 她掌心摊开 催动末法界 一瞬间 面前的整个末法一记突然间变得虚幻起来 很快 整个末法一记从她与姓公主眼前消失 夜玄看向夜玄手中的末法戒 她知道 这枚末法戒内装了整个末法时代一记 刺事想到什么 她又手微微用力 然而 那枚末法戒纹丝不动 见到这一幕 夜玄愣住 庆公主笑道 这枚那戒应该是由特殊的材质打造而成 是肩怕是应该没有什么神物能伤 夜玄突然拿出清玄剑 她对着末法戒滑了一下 诗 一道剑痕出现在末法戒上 晋公主 斗鹏老者 第2884章名气 看着末法戒上留下了一道剑痕 夜玄笑了笑 还是清玄剑更胜一筹啊 如清儿所说 现在的清玄剑真的是无误不破 这时 一旁的信公主突然道 夜公子 快走吧 闻言 夜玄愣住 但很快 她明白了 清月叫 那月公子死在那斗棚老者手里 这笔账八成是要算在她头上的 特别是现在 整个末法遗迹都在她手上 讲到这 夜玄顿时直摇头 妈的 儿子还没出生 老子就要给她擦屁股了 这叫什么事 真是操蛋了 晋公主笑道 若是你自己一个人 现在还不宜与新月叫硬刚 夜玄正要说话 而这时 信公主突然抬头看向天际尽头 那里时空突然裂开 紧接着 一名老者走了出来 信公主轻声道 来得这么快呢 老者走出来后 目光直接落在夜玄身上 她目光冰昂 眼中毫不掩饰着杀意 正要说话 这时 夜玄手中的清玄剑突然消失在手中 天际 那老者眼瞳骤然一缩 她又手猛地往前一拳轰出 吃 清玄剑直接斩断老者的手臂 然后顺势刺入其眉间 轰 老者整个人直接被抹除 下方 夜玄掌心摊开 清玄剑飞回到她手中 夜玄看向一旁的信公主 微微一笑 信殿下 后会有期 说完 她直接转身离去 信公主看着远处天际消失的见光 微微一笑 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够将末法一记收入囊中 但收获也不小了 而且 她很清楚 若不是夜玄 他们怕是根本进不了末法一记 那斗鹏老者的实力 就目前而言 是她建国最强 总的来说 收获不小 就在这时 信公主突然转头看向右边 这时 那里时空突然微微一颤 紧接着 一名男子走了出来 来人正是无边主 信公主看着无边主 神色突然间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无边主看了一眼天际夜玄离去的方向 然后道 问你一个问题 信公主道 大火在新月教手上 无边主看了一眼信公主 厉害 还会抢答 说完 她转身离去 信公主看着远处离去的无边主 沉默不语 这人危险程度 还在刚才那斗鹏老者之上 片刻后 信公主转身离去 某处星空之中 叶玄盘坐在地 不得不说 这一次收获还是不小的 次是想到什么 叶玄突然直接来到虚时空 进入虚时空后 她感受到了许多未知的气息 这些不同的时空内 存在在不同的生灵 之前她与亲儿来时 就遇到过 叶玄开始尝试折叠虚时空 她的人间建议在太初心法的帮助下 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 可以说是目前的极限 想要再次提升 只能等 等信仰之力越来越多 因此 她现在能够提升的 只有这折叠之法 而她现在的目标就是折叠这虚时空 时空越强 折叠之后 那威力也会变得更强 在叶玄的操控下 场中的虚时空开始慢慢扭曲压缩 没一会 四周时空直接被她折叠成一根线 而此刻 她脸色却是变得有些苍白 放肆 而就在这时 一道怒吓声突然自远处响起 竟敢肆意破坏虚时空 是想死了吗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一名灰袍老者突然出现在叶玄面前 而当看到叶玄时 灰袍老者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她颤声道 是 是叶少啊 叶少 对于这位叶大少 她自然是认识的 这位可就是号称开局一个妹 人是奸乱杀 叶玄看着眼前的灰袍老者 你是 灰袍老者连忙道 在下虚时空之主 虚时空之主 叶玄笑道 你也是道门的 灰袍老者点头 恭敬道 是的 叶玄笑道 不好意思 来此修炼 没有跟你打一声招呼 灰袍老者连忙道 叶少客气了 叶少能够来我这虚时空修炼 那是我的荣幸 叶玄笑了笑 然后道 我有一点好奇 那就是 你是大到比主人任命的虚时空掌管者 还是 灰袍老者笑道 是的 所有时空的掌管者 都是主人亲自任命的 叶玄审声道 一共有多少种时空 灰袍老者苦笑 这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掌管着各自的时空 基本也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 不过 我知道我之上的时空是岁月时空 岁月时空 叶玄知道 那姓公主就是岁月行者 龟袍老者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道 如果叶公子想了解这方面 可以去到苍界的道门瞅瞅 那个地方 应该有这方面的记载 叶玄眉头微皱 到苍界 龟袍老者点头 是的 一个特殊的世界 位于时空交界 叶玄审声道 何为时空交界 龟袍老者笑道 就是两个时空的交界地 而这道苍界 就位于虚时空与岁月时空的交界之地 叶玄笑道 能带我去看看吗 龟袍老者点头 当然 叶玄点头 有劳了 片刻后 龟袍老者带着叶玄来到了一片灰色的世界 这个世界一片灰茫茫 颇有些压抑 叶玄有些不解 为何把道门建立在这个世界 龟袍老者审声道 我也不知道 叶玄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 龟袍老者突然指着远处一片无边海域 穿过这片死亡海域 就能够到传说中的岁月时空 每年都会有无数修行者来到这里 然后想要达到那岁月时空 但成功者 寥寥无几 大多都是退了回来 或者死在了那时空风暴之中 叶玄看了一眼远处那片死亡海域 视线尽头一片漆黑 看着就剩人 这时 龟袍老者带着叶玄朝着右边走去 走了没多久 两人便是看到了一座漆黑色的大殿 龟袍老者笑道 这就是道门 现在里面主示的是故店主 一位差一点点就达到岁月行者境的强者 叶玄眉头微皱 差一点点达到岁月行者 龟袍老者笑道 是的 他曾经达到过岁月时空 但是 他不是靠实力过去的 而是靠自己特殊身份 叶玄顿时来了兴趣 怎么说 龟袍老者微微一笑 我们都是道门的 岁月时空的掌管者也是道门的 而这位故店主在以前经常借着自己特殊身份前往岁月时空 每过去一次 他就会偷偷在那边修炼一下 久而久之 他就掌握了一些时空之力 不过后来岁月时空那边发现了他的小动作 于是就不再让他过去了 叶玄省声道 那边不让人过去吗 龟袍老者道 让的 但是只能通过正常途径 叶玄道 死亡海域 龟袍老者点头 是的 这是主人当年定下的 这是主人当年定下的 说着 他看了一眼 叶玄 其实 任何一个时空都有这种限制 不是说你想进入就进入的 当然 叶少不一样 不管是超时空还是暗界时空 亦或者虚时空 其实都有限制 叶玄之所以不知道 是因为他就不是正常进来的 叶玄突然道 你知道古帝国那位姓公主吗 龟袍老者点头 知道 叶玄看向 龟袍老者 他名气很大吗 龟袍老者苦笑 不是一般的大 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快进入岁月时空的 而且 还从那边活着回来了 这就意味着 他得到了岁月时空那边的认可 很厉害的 叶玄微微点头 原来如此 龟袍老者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又道 叶少也要去岁月时空吗 叶玄看了一眼那片死亡海域 笑道 这死亡海域很危险啊 龟袍老者正说道 叶少说笑了 你若是要去岁月时空 那肯定是岁月主亲自来接你 怎么可能还要去闯死亡海域 叶玄看向 龟袍老者 龟袍老者认真道 叶少可是有道应 乃主人亲定的道门管理者 可以说 见道应 如见主人 岁月主怎敢怠慢 叶玄笑道 他如果怠慢呢 龟袍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应该不太可能 理论上来说 叶少你是可以命令道门所有人的 叶玄笑道 你也说是理论上 我这一路来 不听话的可不少 其实 他也能理解 毕竟 大道比主人都多久没有出现过了 这么久没有出现 其威望肯定会大大减弱的 很快 两人来到了道门大殿前 刚到大殿前 一名老者便是拦住了两人 老者冷冷看了两人一眼 这是道门 外人不得踏入 叶玄看向灰袍老者 他不认识你吗 灰袍老者善笑了笑 我比较低调 叶玄无语 这家伙混得好像不是特别好啊 龟袍老者看向面前的老者 去通报一声 就说叶少驾到 让你们店主快来应接 叶少 老者眉头皱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叶玄 你们两个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来到门装逼 龟袍老者怒道 你疯了吗 这可是叶少 老者平静道 我好怕哦 龟袍老者怒不可接 靠山王听过没 文言 老者脸色瞬间巨变 卧槽 你是靠山王 卧槽 叶玄 第2885章 你得死 靠山王 叶玄人都麻了 妈的 真的是卧槽了 此刻 到门那老者整个人也麻了 靠山王 他自然是听过的 现在到门内 谁不知道那位连大道 比主人都不放在眼里的宿群女子 叶玄建立官玄书院 创立新秩序 道门不是不知道 而是根本不敢管 敢管的 都已经不在了 于是 现在道门对叶玄所作所为 完全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可怕的是 叶玄现在还拥有道印 道印重现 许多道门的强者也是知道的 至少 这里的道门是知道的 造反的人拥有道印 这操作 他们也是猛了 当然 他们也不敢管 反正一句话 这就是一位惹不起的主 而老者没有想到 这位靠山王竟然来到了这里 老者看着叶玄 颤声道 叶 叶公子 您稍等 不对 您请 您直接请 叶玄看了一眼老者 我名声很不好吗 文言 老者冷汗瞬间就流了下来 这 很好 叶玄无语 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朝着殿内走去 为走多久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迎了出来 中年男子见到叶玄 直接行了一个大礼 到门顾凡见过叶少 顾殿主 叶玄看着面前的顾殿主 笑道 顾殿主客气了 顾殿主微微一笑 未曾想到叶少亲临 怠慢之处 还请叶少见谅 叶玄笑道 顾殿主太客气了 我这次来 是想向顾殿主咨询一些事情 顾殿主当即道 叶少请问 在下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叶玄点头 我想知道 就目前而言 一共有多少种时空 也就是说 岁月时空之上还有多少种 顾殿主顿时苦笑 叶少 岁月之快之上的时空 那属于另外一个圈子了 真的不是我们这种能够接触的 叶玄眉头微皱 道门没有记载吗 顾殿主摇头 没有任何记载 即使是岁月时空 也没有记载 叶玄沉默 顾殿主又道 不过 道门内有一个关于时空方面的记载与介绍 或许对叶公子有帮助 叶玄道 说顾殿主审生道 时空分为两种 第一种 旧时空 这种时空 从宇宙诞生以来就存在 是与宇宙一同诞生的 而另外一种则是新时空 这种时空 是人为创造的 叶玄问 这需时空与岁月时空 是旧时空还是新时空 顾殿主笑道 旧时空 叶玄再问 那你可见过新时空 顾殿主摇头 没有 从某种角度来说 新时空比旧时空更加可怕 因为但凡能够创造出新时空者 那绝对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而这种强者创造出来的时空 那也绝对是非常恐怖的 叶玄沉默 这一刻 他想到了小塔内的那神秘时空 那是轻而创造出来的 顾殿主突然道 叶玄应该知道岁月时空吧 叶玄点头 刚知道 顾殿主审声道 越少 你可以去岁月时空 在那里修行 对你好处巨大 不仅如此 那里时空的密度比这里强 至少数十倍 一旋眉头微皱 数十倍 顾殿主点头 是的 岁月时空 都是无尽岁月沉淀下来的一种特殊时空 而且 在那里修行 若是运气好 还有可能进入传说中的平行时空 一旋眉头微皱 平行时空 顾殿主笑道 是的 叶公子应该知道 现在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唯一的 比如 有现有时空 超时空 暗界时空 每一种时空 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世界 不过 不管是超时空 还是暗界时空 或者虚时空 都只是单一的时空 单一的时空 时间线与我们现有时空是一致的 大家都在一条时间线上 就像一片树叶状图 这些时空就相当于树叶的纹路 虽然方向不同 但同根同远 而这平行时空则不同 它们处于另外的宇宙世界 与我们的时间线不同 它们相当于另一片树叶 一旋审声道 与我们的时间线不同 顾电竹点头 是的 你如果进入一个平行宇宙世界 那是非常可怕的 为何 因为你过去时 这个宇宙世界的未来 你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如果这个宇宙的历史总共只有100年 而你过去时是第30年的话 那么 未来70年的历史 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你过去时 会穿越时间长河 在这个期间 你会知道那边整个宇宙的未来 所有一切 文言 夜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它想到了一件事 来自银河系的姻亲 那位说自己在2000多年后 会死的银河系姑娘 可问题来了 银河系是平行世界 还是这里是平行世界 片刻后 夜玄摇头 妈的 以前是境界复杂 而现在 直接是宇宙世界复杂 操旦的人生 操旦的宇宙 这时 顾殿主越说越兴奋 听说在这岁月时空内 就有可能穿越到别的平行宇宙去 当然 我也不知真假 夜玄突然道 如果知道已经未来发生的事情 能够改变吗 顾殿主想了想 然后道 这就相当于要逆转因果 我觉得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份因果 影响太大太大了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夜玄笑了笑 然后道 我明白了 顾殿主看向夜玄 夜公子 你要去岁月长河部 若是要去 我可带路 夜玄笑了笑 暂时不去 我想先在这里修炼一下 他现在虽然能够折叠这虚时空 但还没到自身的极限 他想修炼到极限后 再去那个什么岁月时空看看 听到夜玄的话 顾殿主虽然有些失望 但还是点了点头 那夜少若有需要 直接吩咐一声便可 夜玄笑道 好 说完 他转身离去 顾殿主看着远处离去的夜玄 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因为他知道 夜玄肯定是要去岁月时空的 而这绝对是他的一个机会 他现在已经被限制去岁月时空了 而想要再去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跟着夜玄 夜玄若去 岁月时空那边的人只有两个选择 臣服 若是臣服 他就准备一直跟着夜玄 然后在那边躺赢 如果虚时空不认夜玄 那就更好了 直接灭掉虚时空掌舵者 取而代之 总之 稳赚不赔 夜玄离开道门后 他再次来到虚时空 然后继续修炼 不得不说 那末法时代老头给他的末法经 真的有点变态 这一枚末法经 就足够他修炼一天之久 而修炼 真的太好灵气了 这天地间本身存在的灵气 是不太够的 除非无差别吸收 因此 这种存储了精纯灵气能量的 精实就显得格外重要 古帝国 正在处理公路的信公主突然抬头 不远处 一名中年男子缓步走来 庆公主放下手中的奏折 然后笑道 亲长老 亲月教亲长老 算是新月教二号实权人物 亲长老微微一笑 信公主 突然到来 实在是有些冒昧 不过 我相信你应该能够理解 庆公主笑道 亲长老 我知道你是为何而来 第一 月公子与陈公子之死 与我无关 陈公子是与月公子切磋不敌 而被斩杀的 至于月公子 他是死在秘境末法时代强者手中 与我以及夜公子都无关 亲长老沉默片刻后 道 信公主 末法一记是我新月教与古帝国 共同发现的 庆公主点头 是的 亲长老看着信公主 但现在我们的人死了 而那末法一记消失了 庆公主摇头 亲长老 首先 这件事情说来可能有点复杂 我与你说实话 你肯定认为我是在忽悠你 所以 我就不多浪费口舌了 我只能说 那末法一记不在我手上 亲长老丁卓信公主 那这么说 那末法一记在那位剑修身上 庆公主点头 确实是在夜公子手上 不过 我不建议你们去找他 亲长老笑道 为何 庆公主认真道 你们若是去找他 会吃亏的 而且 不是他抢了末法一记 而是末法一记选择了他 亲长老沉默片刻后 道 信公主 恕我直言 我们新月教算是盟友 我们双方这么多年来 相处得一直很好 而现在我新月教的人在信公主面前被杀 但信公主却不选择出手相救 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还有 信公主到了现在 还一直维护那剑修 老实说 信公主如此行为 很让你的盟友们心寒 信公主认真道 第一 陈公子与叶公子是宫廷切磋 切磋之前 你们的人说要生死切磋的 他打不过被杀 我觉得这是他咎由自取 我实在没有理由出手相救 至于那叶公子 他的死与叶公子确实没有关系 最后 我并不是在维护叶公子 我让你们不要去找他 算是为你们好 亲长老亲笑 为我们好 信公主 你不觉得你的话很可笑吗 实在是可笑至极 信公主突然起身 他看着眼前的亲长老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对我很不尊重 我的不计较 不代表你可以肆无忌惮 而现在 你的言语对我很冒犯 对我没有足够的尊重 所以 你得死 声音刚落下 那亲长老脑袋突然间就掉了下来 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信公主看着面前那颗双目圆针的脑袋 打包给新月教送回去 告诉他们下次来见我 派个有礼貌的 或者能够打得过我的 说完 他坐了下去 继续批阅奏折 第2886章安全的很 这时 信公主四世想到什么 他突然抬头 那叶公子在虚实空 暗中 一道声音道 是的 信公主微微一笑 想来 他也会去闯闯那死亡海域 说着 他眼中闪过一丝恍惚 一恍 好多年了呢 那声音突然道 殿下 新月教怕是不会罢休 信公主微微一笑 新月教 自从当年那位教母离去之后 后面是一代不如一代 那声音道 那位叶公子会有麻烦吗 信公主摇头 有麻烦的是新月教 那声音不解 这叶公子到底是何方审圣 信公主沉默片刻后 道 应该属于我们古帝国都招惹不起的人 那声音惊恶道 怎么可能 信公主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 继续批阅奏折 虚实空 一玄还在疯狂折叠这虚实空 现在 他一念之间 可折叠数百万里虚实空 不过 他依旧没有感觉到极限 他要做的就是 修炼到极限 就这样 半月过去 这一日 虚实空之中 双目微闭的叶玄突然睁开双眼 他右手一翻 一瞬间 方圆千万里的虚实空瞬间被压缩成一条线 叶玄看着手中的那条线 神色凝重无比 这力量 太恐怖 很快 这么凝重变成了兴奋 这一折叠 三剑之下 老子乱杀 叶玄突然大笑起来 自己好像有点嚣张了 叶玄掌心摊开 时空恢复正常 这时 虚实空之主出现在叶玄面前 虚实空赞叹道 叶少当真无敌 我从未见过四叶少这般妖孽的天才 老朽佩服至极 叶玄正色道 我可不吃你这套 再夸两句 就不许再夸了 虚实空之主表情僵住 叶玄哈哈一笑 然后道 虚前辈 这段时间来 多谢你的配合 这段时间来 全靠这位配合 不然 他修炼的还没有那么顺利 虚实空之主 微微一笑 能为叶少服务 是我的荣幸 叶玄笑道 等我去了岁月时空后 我会跟那边的岁月时空之主 说一声 以后你若是想去那边逛逛 随时可以去 文言 虚实空之主顿时激动的不行 当下对着叶玄深深一礼 多谢叶少 叶玄笑道 保重 说完 他转身离去 虚实空之主看着远处的叶玄 兴奋到 老子要翻身了 叶玄直接来到了那片死亡海域 海边 他看着眼前的海水 就是普通的海水 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叶玄看向远处 视线尽头 视一片漆黑 谁时也无法穿过去 有点不简单呢 叶玄就要动身 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一旁传来 你若不想死 就这么过去 叶玄转头看去 不远处 那里躺着一名衣衫蓝褴的老者 老者看着叶玄 愣头亲 叶玄打亮了一眼老者 然后道 你就不能换件正常的衣服吗 穿得破破烂烂的 让人看了还以为是高手 老者突然坐了起来 他看着叶玄 年轻人 你很嚣张啊 叶玄平静道 我现在是有点膨胀 有种三剑之下 我嘎嘎乱杀的感觉 老者指了指那死亡海域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叶玄道 死亡海域 老者盯着叶玄 第一次来 叶玄点头 老者冷笑 那你走吧 老子看你怎么死 叶玄看了一眼老者 你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 老者诞生道 不多 也就一千多万年吧 叶玄摇头 老者怒道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叶玄道 给我一千年时间 三剑联手 也不是我对手 小塔突然忍不住道 小主 我知道你刚提升 有点膨胀在所难免 但我得劝你一下 适可而止 叶玄淡声道 小塔 你好像对我也没有自信啊 小塔正要说话 小笔突然道 我觉得叶玄是可以做到的 叶玄起点这么高 还如此努力 未来超越三剑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小塔 你如果看不起叶少 那你就回去跟你老主人拜 跟着叶少做什么 卧槽 小塔突然怒道 破笔 你 叶玄道 小塔 你闭嘴 小笔说的很有道理 小塔沉默 玩独子了 这小主现在太飘了 这时 一旁的那老者突然道 你不是要去吗 快去啊 老夫待会给你收尸 叶玄看了一眼老者 然后纵身一跃至海上 他没有动用玄器 任由海浪拖着他朝这远处飘去 浪 见到这一幕 老者满脸错愕 这是什么操作 就这样 一浪接着一浪 把叶玄拖到了远处 老者沉默片刻后 然后跟了过去 他要看看这个装逼 或是怎么死的 就这样 叶玄一路浪到了 那片海域的尽头 没多久 他进入了那片黑色区域 进入黑色区域后 他发现 这里充斥着无数暗物质能量 当然 这种东西对他肯定是 没有什么威胁的 叶玄拂袖一挥 一股海浪顿时将他拖起 眨眼间 他直接穿过那片茫茫的黑色区域 穿过黑色区域后 他一眼看去 依旧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域 不过 与外面不同 这里的海域带着一股沉重的压迫之感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这时 方才那老者也追了过来 叶玄看了一眼老者 老者冷声道 你继续走啊 叶玄没有与他废话 他朝着远处走去 老者冷笑 不动 叶玄眉走两步 突然 他面前不远处的海水突然间翻滚起来 突然间 一头面目猙獰的妖兽破水而出 叶玄突然拔剑一斩 然后收剑 哼 随着一道剑光破碎 那头妖兽停在了原地 没有死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妈的 皱了老子一剑没死 叶玄仔细打亮了一眼这妖兽 这妖兽体型庞大 鱼尾人身 脸上布满各种诡异的鱼鳞 妖兽此刻也在看着叶玄 目光之中带着一丝凝重 刚才那一剑 他感受到了威胁 叶玄脸色不是特别好看 难道自己一出来就要放大招 这时 那妖兽突然道 你还要不要打 叶玄看了一眼妖兽 我随便的 妖兽看了一眼叶玄手中的青玄剑 然后道 那就改天再打吧 说完 他直接转身没入水中 叶玄眨了眨眼 这家伙跑了 身后不远处 那老者看得也是一脸猛 什么玩意 叶玄没有说什么 继续前进 没走多久 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内 一道道恐怖的妖兽气息涌出 而这一次 那老者没有跟过来 而是躲得远远的 这时 那漩涡内突然缓缓升起一道 妖兽虚影 虚影看着叶玄 神色颇为凝重 叶玄沉默 他发现 他好像有点低估这个海域了 眼前这头妖兽的实力 就很猛 虚影突然道 怎么称呼 叶玄道 叶玄 妖兽虚影审声道 你要过去 叶玄点头 是的 妖兽虚影沉默片刻后 道 如果打架的话 你能不能别用你手中的那柄剑 叶玄平静道 不行 妖兽虚影沉默了 叶玄看了一眼妖兽虚影 放我过去 妖兽虚影审声道 那你能不能绕个路 别从我的地盘过去 我若是让你这么过去 旁边那些妖兽还以为我怕你 我会没有面子的 叶玄沉默 这里的妖兽跟别的地方好像不太一样啊 没有把握的 就不打 有点反常啊 叶玄也不太想打 因为她能够感受到四周还有许多强大的气息 这一打可能要被围殴 虽然不怕 但没有必要 讲到这 叶玄道 你当作没看见 我偷偷过去不就行了吗 妖兽虚影审声道 你往旁边走 那里的妖兽弱一点 你从那里比较好过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从这个地方过去 有多少妖兽 妖兽虚影道 很多 这里是海妖族 你即使通过我这里 后面还有无穷无尽的妖兽 所以 要不你就回去吧 在修炼一段时间 等你变得更强时 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会拦你了 叶玄眉头微皱 如果遇到特别强的 你们就不拦 妖兽虚影点头 当然 特别强的 打不过 我们肯定不拦 而你 你属于中间那种 我们没有把握打得过 但是 又有点把握 不上不下的 很无语的 一悬沉默片刻后 道 这样 你带我过这片死亡海域 怎么样 妖兽虚影摇头 不可能 我若是带你过去 这不得被其他同族笑死 这种丢祖宗的事情 万万不能做 叶玄突然掌心摊开 一百枚末法精落在妖兽面前 卧槽 妖兽虚影突然产生道 这是传说中的末法精吗 你 你怎么会有末法精 你 叶玄平静道 带我过去 过去之后 我再给你一百枚 妖兽虚影犹豫 叶玄道 过去后 给你两百枚 若是你不愿意 我就找别的妖了 我 妖兽虚影当即道 这位兄弟 我带你过去 走 从这边走 那里妖兽多 不长眼 我们从这个地方走 安全得很 第2887章 看什么看 见到叶玄被那妖兽 带着往前面走去 身后的那老者 直接待在了原地 怎么回事 此刻 老者一脸的猛 片刻后 老者脸色变得 无比难看起来 他看了一眼 远处慢慢消失的叶玄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通过残桥 说完 他跟了过去 而这一次 他利用特殊的密法 隐秘了自己的气息 远处 叶玄看了一眼四周 四周海浪翻滚 天黑黑压压一片 压抑无比 叶玄看了一眼 身旁的妖兽 然后道 你知道末法时代 海妖笑道 是的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海妖族 与末法时代 许多强大势力 关系都很好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他们全部消失了 说着 他看了一眼 叶玄 人类 你是怎么得到 这种末法经的 叶玄笑道 末法时代 一个老头送的 海妖审生道 不对 你没有去 岁月时空 怎么可能会遇到 末法时代的人 叶玄笑道 我没有必要骗你 海妖想了想 然后道 人类 我可以看看 你手中的剑吗 叶玄点头 可以 说着 他掌心摊开 青玄剑飞到海妖面前 海妖抓起青玄剑 只看一眼 他神色便是变得 前所未有凝重起来 人类 你怕是一个二代啊 叶玄表情僵住 海妖将青玄剑底 还给叶玄 摇头 我惹不起的大佬 叶玄收起青玄剑 然后笑道 你在你们海妖族属于什么级别 海妖犹豫了下 然后道 中等天下吧 叶玄无语 中等天下 叶玄看了一眼海妖 这海妖的实力很强 而在海妖族只能算中等天下 这意味着海妖族的实力很恐怖啊 就这样 在海妖的带领下 叶玄成功的避开了无数海妖族妖兽的地盘 没多久 海妖突然停了下来 他看了一眼远处 我只能带你到这了 叶玄看向远处 远处那里有一座桥 桥横跨整个海面 看着就有些诡异 叶玄掌心摊开 一枚纳戒缓缓飘到海妖面前 海妖收起纳戒 突然 他看向叶玄 怎么多了一百 叶玄指了指纳桥 给我说说吧 海妖犹豫了下 然后道 这是残桥 是当年一位大佬用传说中的秘精打造的 这个地方 海妖族任何海妖都不能靠近 所以 你想过去 只能靠自己了 秘精 叶玄双眼微眯 他看向那座桥 这座桥长无边界 而全部都是秘精打造 太尼玛毫了 这时 海妖突然道 你小心些 说完 他转身就要走 叶玄突然道 这座桥有危险吗 海妖看着叶玄 你觉得呢 叶玄审声道 以我实力 也有危险 海妖犹豫了下 然后道 你觉得你很强吗 叶玄看向海妖 不强吗 海妖沉默片刻后 道 你这种错觉持续多久了 叶玄 海妖看了一眼叶玄 保重 说完 他转身直接没入海水之中 眨眼间便是消失了 原地 叶玄沉默片刻后 朝着远处那座残桥走去 帕克毛 如海妖所说 这座残桥四周没有任何的海妖 不正常啊 叶玄顺着桥往前面走去 远处 之前那原本已经走的海妖突然又游了回来 他看着远处走上桥的叶玄 一脸猛 这家伙是疯了吗 我让你过去 没让你上桥啊 其实 是可以从桥底游过去的 如果运气好 或许能够蒙混过去 而这家伙倒好 直接走上桥去 这是哪里来的牛逼人士啊 这是没有被打过吗 另一边 之前那邋遢老者在看到叶玄上桥时 也是猛了 这么猛的吗 上桥走 远处桥上 叶玄慢慢走着 四周安静的可怕 叶玄神色平静 怕 怕个毛 三剑之下 自己不是乱杀吗 走了许久 终于 在桥的不远处 那里不知何时出现一名女子 女子坐在桥栏上 面向海域 她穿着一袭大红长袍 长发披肩 手中抱着一把琵琶 她轻轻弹着 屈生轻忧 带着嘶嘶哀触 出现了 叶玄看着女子 并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走 屈生越来越近 终于 叶玄走到女子身旁 女子背对着她 仿佛没有看到她 叶玄继续走 很快 她消失在远处 而桥上 那女子没有动 叶玄心中松了一口气 然而没走一会 那女子又出现了 不仅如此 她发现 她竟然在原地踏步 一旋脸色沉了下来 一旋转头看向那红袍女子 她随手一丢 青旋剑直接稳稳落在红袍女子面前 红袍女子看了一眼面前的青旋剑 然后收回目光 继继续弹奏着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她直接走到红袍女子身旁 与她并排坐下 然后道 我只是路过 没有别的意思 红袍女子不说话 叶玄继续道 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我与你无冤无仇 就路过 你没有必要搞我吧 红袍女子还是不说话 叶玄正要说话 这时 红袍女子突然拂袖一挥 叶玄眼瞳咒人一缩 空 一瞬间 叶玄直接暴退数万丈 四周海水直接掀起数万丈之高 叶玄停下来后 她肉身直接破碎 只剩灵魂 叶玄看了一眼自己灵魂 然后抬头看向远处 海水落下之后 那座桥再次出现在叶玄眼中 女子还坐在那里 叶玄看着女子 我跟你好好讲道理 你不听 既然如此 声音落下 她掌心摊开 青玄剑突然飞出 轻儿 说完 她又补了一句 轻轻 你来 叶轻轻 空 突然间 青玄剑剧烈一颤 下一刻 青玄剑直接爆发出一道剑芒 紧接着 一名身着黑裙的女子 缓缓走了出来 叶轻轻 叶轻轻轻走出来的那一刻 桥上那红袍女子 环环转过头 看向叶轻轻 叶轻轻无视红袍女子 而是看向叶玄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这一次叶玄可是主动点名叫她 这可是大大不一样的 叶玄指着远处那红袍女子 收拾她 叶轻轻轻转头看向红袍女子 突然间 她直接消失在原地 远处 那红袍女子双眼微眯 右手猛地扣住弦 接着又松开 哼 刹那间 场中无数海水直接化作一道道光 朝着叶轻轻激射而去 叶轻轻面无表情 抬手就是一剑 哼 一瞬间 所有海水直接被抹除 下一刻 叶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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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大海妖看得是瑟瑟发抖 妈的 这红袍大佬就这么玩犊子了 海妖脸上 水直流 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海水 不得不说 此刻的他真的是后怕 还好之前没有选择应当这年轻人 不然 自己怕是已经从这世上消失了 而另一边暗中 之前那老者此刻也是冷汗直流 他看了一眼夜悬 然后转身就跑 妈的 这是真大佬 惹不起 桥上 红袍女子死死盯着叶青青 脸色无比难看 叶青青俯视着红袍女子 看什么看 说完 他抬手就是一巴掌 啪 一瞬间 红袍女子左脸直接红肿了起来 红袍女子依旧盯着叶青青 叶青青又是一巴掌 啪 红袍女子又脸也红肿了起来 而红袍女子目光依旧死死盯着叶青青 叶青青耸了耸肩 然后松开红袍女子 看来你是不服 既然不服 来 重新打过 红袍女子站了起来 再不负方才的从容与美丽 他盯着叶青青 突然 右手猛的紧握 刹那间 一道道恐怖的力量自四周天地间蔓延而来 刹那间 整个死亡海域在这一刻都为之翻滚起来 整个海族震惊 这大佬是怎么了 于是 无数海族强者纷纷朝着这边看来 红袍女子面前 叶青青面无表情 突然间 他抬手就是一剑挥出 这一剑出 四周无数时空直接破碎 与之一起破碎的 还有红袍女子释放出来的那些时空之力 与此同时 叶青青的剑直接抵在了红袍女子的眉间 剑入半寸 诗 尖血顺着剑直接流了下来 顷刻间 红袍女子整个脸直接被染红 红袍女子呆住了 这一刻他才发现何为差距 四周 那些海族强者也呆住了 这位大佬没打过 叶青青突然拔出剑 然后用剑身拍了拍红袍女子的脸颊 垃圾 说完 他转身走到叶璇面前 解决了 我走了 说着 他就要离去 叶璇连忙道 这么快就要走 叶青青道 这个世界的人都太垃圾了 没有意思 我要去虚真世界打架 说完 他就要走 叶璇却直接一把拉住他 陪我走走吗 这么久没见 我很想你啊 叶青青眨了眨眼 然后道 那就走走 第28888章 我愿意 走走 听到叶青青的话 叶璇顿时笑了起来 其实 他真的挺想念这丫头的 刺事想到什么 叶璇缓步走到那红袍女子面前 红袍女子死死盯着叶璇 叶璇摇头 我只是路过 你就是不信 说完 他直接将整座残桥收到了小塔内 这可都是秘精 绝传啊 一旋没有再废话 拉着叶青青朝着远处走去 他没有杀这红袍女子 没有必要 对待这种高傲的人 当你击碎他的高傲后 他每一天活着都将是痛苦 毕竟 不是谁都是脸皮特别厚的 原地 那红袍女子贪坐在海面上 整个人一脸茫然 从来没有这么被欺负过 这是他有史以来 第一次被人如此欺负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就像打老子打儿子一样 原来自己这么弱 不得不说 他有点崩溃了 远处尽头 叶璇突然问 你可以在薛珍世界 与这个世界自由穿梭 叶青青道 不可以 叶璇眉头微皱 那你 叶青青道 原本不可以 但是 你的剑 叶璇看向手中的青玄剑 这剑 叶青青点头 他相当于是一把钥匙 可以打通这个鱼与虚真世界 你不知道吗 叶璇摇头 叶青青微微点头 你以后实力达到一定层次后 你要进入虚真世界 会简单很多 不像我们 的打进去 打进去 叶璇看着叶青青 的打进去 叶青青点头 叶璇省声道 那边那么恐怖吗 你都得用打的 叶青青淡声道 还好吧 叶璇有些好奇 虚真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叶青青想了想 然后道 你如果能够靠自己实力打到那边 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毕业了 叶璇道 那边归大道比主人管吗 叶青青摇头 那边不归他管 相反 他在那边被别人管 叶璇省声道 他被别人管 叶青青点头 别把大道比主人太当回事 在他自己的那个世界 他混得也就那样 文言 叶璇沉默 他对虚真世界更加好奇了 自是想到什么 叶璇又问 之前有人与我说过 说我儿子将是虚真世界的终结者 丫头 你知道些什么吗 叶青青看了一眼叶璇 看在你是我亲哥的份上 我得给你一个建议 你目前不要去给女人乱搞 不然 你是在害对方 叶璇不解 为何 叶青青平静道 下一代天命之人 不能提前出现 不然 那个女人会干掉你妻儿的 当然 她不会来招你恨 但是 如果你遇到各什么危险 而我们又不能及时出现 那你不就玩独子了吗 叶璇表情僵住 叶青青又道 两千多年后 你就随意了 那个时候 你差不多就能够进入虚真世界了 那个时候 她就不会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不过 说着 她顿了顿 又道 你儿子应该挺掉的 叶璇连忙问 怎么说 叶青青平静道 那个女人说的 祖群青儿 叶璇愣了愣 然后道 青儿说过这 叶青青道 她没有明说 是我自己感觉出来的 当然 你不用太操心这个事情 你还是先好好修炼吧 你只要不进入虚真世界 你就不能生孩子 一悬脸顿时就黑了下来 我怎么感觉我就像是一个过渡的 我儿子才是主角 妈的 叶青青哈哈一笑 哥 你错了 你目光别放在这个时代 放在未来 你会发现 你在未来是真无敌 叶璇诞声道 熬吧 叶青青看了一眼 叶璇手中的青玄剑 然后道 她把你这把剑升级后 这柄剑现在很特殊 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个 能够连通虚真世界的神物 你以后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叶璇看了一眼手中的青玄剑 点头 明白了 走了许久 二人终于穿过那片海域 来到了一处岸边 上岸后 叶璇抬头看向远处 在视线尽头 是一片荒原 荒原之上 她看到了一名女子 那女子正缓缓朝着远处走去 走得很慢很慢 叶青青突然道 不必慢慢走 我可以直接到你沙川这里 叶璇微微一笑 我知道 这不是想跟着你多待一会吗 闻言 叶青青神色顿时揉了下来 好吗 叶璇笑道 走 兄妹二人朝着远处荒原尽头走去 叶璇看了一眼四周 这片荒原很安静 走路的脚步声非常清晰 一眼看去 灰茫茫的一片 带着一股沉重的压抑之感 叶璇看向远处视线之中的女子 女子走得很慢 这她很不解 但很快 她就明白了 因为她发现 越往前走 身体就感觉越重 叶璇眉头皱了起来 然后看向叶青青 叶青青平静道 这个地方有时空阻力 这是有人用神通将无数时空之力压缩在了这里 从弱到墙 越往前走 时空阻力就越强大 叶璇轻声道 原来如此 叶青青道 要我破掉吗 叶璇笑道 算了 我来试试 叶青青点头 可以 叶璇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继续往前走 一开始还好 但渐渐的 那股时空阻力真的是越来越恐怖 走没多久 叶璇也感觉到非常吃力了 而此刻 她与前面那女子相隔有万丈 叶璇自然没有放弃 她也没有动用人间建议 继续往前走 再走了差不多千丈左右后 她脸上已失汗如雨下 太吃力了 这时 叶璇开始动用人间建议 空 当人间建议出现后 那股压迫之力顿时轻了许多 叶璇继续前进 而再走了两千多丈后 即使有人间建议 也难以抵挡那股时空阻力了 次是想到什么 叶璇转头看向一旁的叶青青 叶青青神色平静 走路一点影响都没有 叶璇眨了眨眼 叶青青也眨了眨眼 叶璇苦笑 叶青青道 哥 要不我带你过去 叶璇摇头 我觉得我能行 叶青青点头 那你加油 叶璇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继续往前走 又走了差不多一千丈后 叶璇已经感觉双腿犹如千斤重 实在是太沉重了 这一刻 他不得不激活自身的血脉之力 因为他的人间建议也完全抵挡不住 那股可怕的时空阻力了 随着血脉之力的出现 那股时空压力顿时又轻了许多 叶璇双手紧握 继续往前走 很快 他离前面那女子越来越近 大约半个时辰后 叶璇终于赶上了那女子 女子穿着一件紧身黑色长袍 手中握着一柄带翘长刀 满头的绣发被扎成马尾状 他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很吃力 但他目光很坚定 很快 叶璇来到女子身旁 他转头看了一眼女子 这时 女子也看了他一眼 但很快 他目光落在了叶青青身上 叶青青不知从何处拿出了一个苹果啃着 他看了一眼女子 没有说话 黑群女子看着叶青青 神色无比凝重 你 你感受不到时空阻力 叶青青平静道 这点时空阻力 太弱了 黑群女子表情僵住 叶璇也是无语 你这话说的 搞得我们两个很没面子啊 叶青青啃了一口苹果 然后道 你们别停啊 继续走啊 哥 加油啊 你可以的 叶璇 这回是 那黑群女子看向叶璇 然后又看了看叶青青 无语 叶璇摇头 继续往前走 黑群女子沉默片刻后 也是继续前进 叶璇与黑群女子都走得很慢 而此刻 叶璇的人间建议加上血脉之力 都已经有些难以抵挡 那股时空之力 然而更让人绝望的是 一眼看去 根本看不到这片平原的头 这才是绝望的 现在就已经难以支撑 然而 你根本看不到未来的路 叶璇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继续前进 庆公主都能够通关 自己凭什么不能 自己比别人差吗 叶璇不再去看前面 她一步一步走着 一旁 黑群女子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也继续走 叶轻轻看了一眼叶璇 没有说话 继续啃着手中的苹果 就这样 两人继续前进 走了不知多久 叶璇整个身体都弯了下去 她撕撕咬着牙齿 面目都有些变得猙獰起来 这一刻 她感觉自身已经达到一个极限 而且 有种马上就要崩溃的感觉 那种感觉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还有心理与灵魂上的 因为她真的感觉到了自身的极限 叶璇停了下来 看着自己的双脚 这一刻 她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如果一根羽毛落在她身上 她会立即倒地 而就在这时 叶轻轻突然对着叶璇伸出了右手 走 我带你过去 叶璇看着叶轻轻伸出来的手 沉默了 而这时 一旁的黑群女子突然道 她若是不愿意 我愿意 能带我过去吗 我没有心理负担 叶璇 第2889章完了 听到黑群女子的话 叶璇顿时有些诧异 她看向黑群女子 这位姑娘 你想走捷径 黑群女子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平静道 你知道我在这里努力了多少年吗 叶璇摇头 黑群女子沉默许久后 轻声道 满打满算 已经两百多年了 叶璇无语 黑群女子看着叶璇 虽然有提升 但想要跨越这片荒原 我依旧看不到任何希望 真正的绝望是什么 是你努力过后 依然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叶璇沉默 黑群女子继续道 有人说 人生没有捷径可走 其实 我不这么认为 很多时候 人生有许多捷径可以走 只是许多人没有这个捷径 说着 她看向叶青青 大佬 我知道 对你而言 带我走一程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而言 却等同于再造之恩 叶青青平静道 你确定你要放弃吗 黑群女子摇头 不是放弃 只是换另一种方式 叶青青对着黑群女子伸出右手 黑群女子没有任何犹豫 她直接抓住了叶青青的手 而下一刻 她眼前的时空突然间一阵变化 一瞬间 一道侵蚀阶梯出现在她面前 与此同时 黑群女子四周的那股恐怖宇宙阻力彻底消失 黑群女子呆住 也轻轻诞声道 其实 成功之路一直在你脚下 这道考验 考的就是你的心智 在绝境面前 是放弃还是继续坚持 她声音落下 突然间 四周出现一道道虚影 这些虚影 都是曾经来考核的 与黑群女子一样 这些虚影曾经都坚持到了自身的极限 而在这个关键时刻 个人的选择截然不同 选择继续坚持的 最终这个侵蚀阶梯都会出现 而选择放弃的 也不会死 但是 就会就此止步 然后退回去 值得一说的是 凡是选择坚持到底的 最终自身都得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 叶轻轻通然道 你其实也没有错 有些事情 换个方式来处理 结果也许更好 但可惜的是 这里的规则是人家定的 在人家的地盘 你只能按照人家的规则来做事 很显然 你不是人家要选的人 即使我带着你过去 最终人家可能也不会要你 黑群女子面若死灰 而这时 叶轻轻通然道 其实 我很讨厌这种方式 所以 我可以帮你一次 说完 她并指一点 一缕见光突然没入黑群女子眉间 哄 黑群女子身体剧烈一颤 叶轻轻看着黑群女子 回去修炼 下次再来时 我觉得 你就可以直接一路杀过去了 那个时候 你不需要遵循别人的规则 你可以创造规则 黑群女子突然对着叶轻轻单膝跪下 颤声道 大佬 我该如何报答你 叶轻轻平静道 恕我直言 你什么也帮不到我 说着 她顿了顿 又道 旁边这位是我哥 以后若是有机会 你可以帮她一下 黑群女子看了一眼叶轩 然后道 这位公子你好 我叫西月 这份恩情 未来我定报之 说完 她对着叶轩与叶轻轻深深一礼 然后转身离去 叶轩看了一眼叶轻轻 然后笑道 我没有想到你会帮她 叶轻轻轻声道 我很讨厌制定规则的人 并不是说制定规则不好 而是我就讨厌 叶轩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也是制定规则的人 叶轻轻看向叶轩 笑道 我讨厌制定规则的人 但是 你除外 叶轩哈哈一笑 叶轻轻继续啃苹果 漫不经心道 哥 你是继续坚持 还是放弃呢 叶轩正色道 我当然是坚持 我可不是那种喜欢放弃的人 说完 她继续前进 叶轻轻嘴角微微掀了起来 叶轩体内 小塔低声一叹 这不是明目张胆作弊吗 脚比突然道 你若是不爽 可以提出来 别在这里面说 脚比肃怒道 关你屁事 将比肃群女子 她其实更怕黑妹 做群女子是冷漠 这黑妹则完全是魂 打你都不需要理由的 叶轩继续往前走 那股时空阻力越来越恐怖 但叶轩一点放弃的念想都没有 终于 没有多久 叶轩身上的宇宙阻力直接消失不见 紧接着 她面前出现一条侵蚀石阶 叶轩整个人直接瘫软在地 汗水直流 叶轻轻坐在叶轩身旁 她将剑放到一旁 然后拿出一张手帕 轻轻为叶轩擦拭着汗水 叶轩突然间感觉很累 这一刻 她有点想睡觉 倒也没有多想 她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睡觉 已经有多久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不是说修炼之人不用休息 而是一旦踏上五道这条路 又有多少人能够睡得着呢 与人争 与万物争 与天地争 从清晨走到现在 她确实也累了 以前 为妹妹奋斗 后面 为书院奋斗 现在 为自己奋斗 打打杀杀一辈子了 休息一下 叶轩真的就这么沉睡了过去 叶轻轻轻轻轻 将叶轩抱在怀里 她一点一点替叶轩擦掉脸上的汗水 看着已经沉睡过去的叶轩 她脸上泛起了一抹笑容 这时那轻石阶梯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紧接着 一名黑衣人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不远处 叶轻轻右手轻轻一扫叶轩眉间 刹那间 叶轩所在的时空直接被隔绝 叶轻轻看向黑衣人 黑衣人审声道 你们到底进不进去 不进去的话 我就关门了 话音刚落 一柄剑突然抵在了她眉间 黑衣人表情直接僵住 当那柄剑开始刺入皮肤时 黑衣人连忙道 我错了 我不关门了 等 我等 叶轻轻收回目光 但却没有收回剑 黑衣老者冷汗直接流了下来 这是来闯关的吗 妈的 这是来欺负人的吧 自己这么牛逼 竟然连一剑都接不下 黑衣老者完全猛了 不知过了多久 叶轻轻怀中的叶轩缓缓睁开了双眼 叶轻轻笑道 醒了 叶轩微微点头 我睡了多久 叶轻轻摇头 没有多久 叶轻笑了笑 然后起身 当看到黑衣人时 她愣住 叶轻轻不动声色收回了剑 黑衣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叶轻道 隔下是 黑衣人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是这里的接引人 叶轻道 岁月时空的接引人 黑衣人摇头 不是 是岁月城的接引人 叶轻眉头微皱 岁月城 黑衣人看了一眼叶轩 然后道 岁月城是虚时空与岁月时空的交界城 到了那里 岁月时空会来人 到时候能不能被选上 就看你自身了 叶轻轻声道 这样 黑衣人犹豫了下 然后问 去吗 叶轻笑道 当然 黑衣人点头 然后转身就要走 而这时 似是想到什么 他连忙道 两位请 叶轩看了一眼黑衣老者 笑道 你们真客气 黑衣老者善笑了笑 不说话 三人朝着石阶走去 不一会 三人穿过一道石门 最后来到一座古城前 眼前这座古城并不大 应该说有些破旧 城墙都是破破烂烂的 在黑衣老者的带领下 叶轩与叶轻轻轻走进了城中 而进入城中后 叶轩发现城中没有任何建筑物 在城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侵蚀广场 黑衣老者解释道 每隔一段时间 岁月时空就会来人挑人 只有被挑中的 才能够进入岁月时空 修行岁月之力 叶轩看了一眼四周 果然 他在暗中发现了许多气息 简然 他们并不是唯一走到这里的人 黑衣老者看了一眼叶轻轻 然后道 那两位在这里等待 叶轻轻突然道 哥 你要等吗 叶轩正要说话 叶轻轻道 若是不等 我们就直接去吧 叶轩也觉得可以 正要说话 而这时 他与叶轻轻头顶突然出现一股强大的气息 紧接着 那里的时空突然裂开 一鸣驼被老者缓缓走了出来 见到这一幕 黑衣老者愣了愣 然后道 这可真巧 叶轩道 他是岁月时空的人 黑衣老者点头 是的 而就在这时 四周突然出现了一些人 大约有三十多个 气息都非常强大 众人围了过来 激动地看着那驼被老者 驼被老者落地后 他看了一眼四周 面无表情 也不说话 众人期待地看着驼被老者 这时 驼被老者开始不断打量着四周众人 很快 他目光落在了叶轻轻身上 当看到叶轻轻时 他双眼顿时眯了起来 看到驼被老者的目光 场中众人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驼被老者走到叶轻轻面前 他看着叶轻轻 想去岁月时空吗 若想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说着 他直接开始解腰带 一瞬间 叶轩双目直接变得雪红 小塔突然颤声道 完了 第2890章 我不会骗人的 完了 这是小塔此刻的感觉 别看这个小主平时很混 嘻嘻哈哈的 但一旦生气起来 那后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此周众人看着驼被老者的操作 并没有什么太意外 很显然 这驼被老者干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时 驼被老者突然看向叶轻 见到叶轻 他眉头微皱 你可是不服 诗 话音刚落 一饼剑直接洞穿他眉间 场中众人呆住 驼被老者自己也在这一刻呆在了原地 很快 他回过神来 然后转头看向一旁的叶轻轻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你竟敢通袭我 叶轻轻眉头皱了起来 而这时 一旁的叶轻突然转头看向一旁的黑衣老者 也就是说 上面选人 试看谁给他们好处 他们就选谁 是吗 那黑衣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点头 是的 叶轻道 没有人反抗吗 黑衣老者苦笑 谁敢 叶轻微微点头 我明白了 这时 那驼被老者突然鸣声道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叶轻看向驼被老者 就这么杀你 实在是太便宜你了 轻而 将他灵魂抽出来震在此地 求他前百事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永不得超生 声音刚落下 众人头顶突然传来一道大笑声 好嚣张呢 文言 众人抬头看去 一名中年男子踏空而来 一旋转头看向叶轻轻 你自由发挥 叶轻轻嘴角微微掀了起来 没有任何废话 他抬手就是一剑 众人只见剑光阴闪 诗 一瞬间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那中年男子脑袋直接缓缓坠了下来 众人实话 而一旁 那驼被老者见到这一幕 也终于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了 驼被老者死死盯着叶轻轻 你到底是谁 叶轻轻直接一剑抽在驼被老者的脸上 啪 驼被老者肉身直接碎裂 鲜血见射 叶轻轻冷冷看了一眼驼被老者 我是谁 你配知道吗 驼被老者凝声道 我是岁月神殿的 叶轻轻诞声道 你马上就不是了 驼被老者眉头微皱 为什么 叶轻轻道 问得好 因为岁月神殿马上就要从这世上消失了 狂妄 就在这时 众人头顶再次传来一道声音 那声音冷笑道 让我岁月神殿从这世上消失 你 叶轻轻抬手就是一剑 诗 那声音戛然而止 紧接着 一颗头颅伴随着鲜血自天际缓缓坠落 众人一连猛 见到这一幕 场中众人都直接呆住了 这是什么操作 一剑 叶轻轻看向面前的那只剩灵魂的驼被老者 岁月神殿 很厉害吗 驼被老者惊恐的看着叶轻轻 你 叶轻轻突然抬手一剑 一剑 一道剑光滑破天际 一道巨大的口子出现在众人眼中 看着那道巨大的口子 场中众人目光顿时变得炙热起来 口子之后 便是那传说中的岁月时空 叶轻轻看向叶轩 搁走 叶轩点头 兄妹二人朝着那道口子走去 而这时 叶轩突然转头看向下方众人 不一起吗 文言 众人愣了愣 然后连忙跟了过去 就这样 众人穿过那道口子 来到一片虚空之中 而当进入虚空之中 一道道可怕的气息突然自远处袭来 见到这一幕 场中众人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然后纷纷退到叶轩身后 跟着大老混 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老者正要说话 叶轻轻抬手就是一剑 吃 老者人头直接飞了出去 众人 叶轻轻没有任何废话 与叶轩朝着远处走去 众人相识了一眼 然后也是连忙跟了过去 走没多久 又一道气息出现在众人面前 叶轻轻抬手就是一剑 吃 远处 时空裂开 紧接着 一颗头颅直接飞了出去 叶轩与叶轻轻身后 众人面面相去 眼中满是骇涩 叶轩也没有说话 说好的让轻儿自由发挥 那就让他自由发挥 众人朝着远处走去 这时 时空尽头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阁下是 叶轻轻一剑挥出 诗 时空直接裂开 紧接着 尽头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众人沉默 然后继续前进 很快 众人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大殿 岁月神殿 见到这座大殿 众人神色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岁月神殿 这时 一名白发老者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白发老者对着叶轻轻就是恭敬一礼 尊敬的 叶轻轻一剑挥出 白发老者话还未说完 整个脑袋便是直接飞了出去 众人 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远处大殿内响起 阁下 就不能谈谈吗 我岁月神殿 话还未说完 一柄剑突然笔直落入岁月神殿 顷刻间 这座存在了无数岁月的古老神殿 直接化作一片废墟 众人沉默不语 他们已经快习惯了 这时 一道虚影突然出现在叶轩等人面前 虚影刚想开口 一道剑光突然自其脑袋上一穿而过 诗 去影话还未说就直接无了 这时 众人发现 原本在四周暗中的那些强大气息 突然间开始退去 逃 叶轻轻面无表情 突然病指一隐 他手中的黑剑突然化作无数道剑光消失在星空尽头 紧接着 一道道惨叫声自时空尽头传来 鸟杀了 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老者举起双手 颤声道 投降 投降 叶轻轻看着老者 这一次 他没有出见 叶轩看向叶轻轻 叶轻轻平静道 就剩他一个人了 闻言 众人直接识话 岁月神殿就这么被杀的只剩一个人了 卧槽 叶轻轻看着面前的老者 把宝物都交出来 闻言 众人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不杀是因为这个啊 听到叶轻轻的话 那老者顿时苦笑 但还是乖乖将那剑拿了出来 叶轻看着眼前的老者 你是岁月神殿的店主 老者连忙道 是的 叶轻微微点头 上面还有人吗 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岁月时空 还有一位 岁月神主 他是岁月时空实际掌控者 叶轻抬头看了一眼 是要我请你出来吗 叶轻轻突然道 哥 我来 声音落下 他突然一剑刺出 是 整个岁月时空在这一刻直接变得虚幻起来 见到这一幕 那老者脸色瞬间巨变 姑娘 万万使不得 这岁月时空若是被毁 无数生灵会死 也轻轻看了一眼老者 跟我有关系吗 老者苦笑 姑娘 你这么做 他也不会出来的 因为他已经跑了 一旋眉头皱了起来 跑了 老者点头 笑容越发苦涩 这位姑娘一来 就一见一个 她的实力 已经超过我们的认知 那位岁月神主 她 她第一时间就跑了 叶轻沉默 也轻轻看了一眼四周 片刻后 她道 是跑了 而且 好像跑得还挺远的 说完 她看向叶轻 笑道 哥你也别生气了 一个蝼蚁的挑衅 我又岂会在意 叶轻摇头 我还是心气不顺 侮辱她 她真不太在意 但侮辱轻儿 她忍不了 叶轻轻笑道 那人 我会让她的灵魂 囚在那个地方千百事 没有人能够救她 也没有人能杀她 叶轩微微点头 好 叶轻轻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轻声道 哥 我真的得走了 叶轩还是有些不舍 叶轻轻笑道 我以后尽量想办法多来找你 不过您也要努力了 去真世界 比这里好玩 也比这里刺激 这里都是蝼蚁 在那边有高手 叶轩想了想 然后道 我现在若是去虚真世界 属于什么水平 叶轻轻眨了眨眼 然后道 中等 偏上吧 叶轩笑道 真的 叶轻轻点头 一般情况下 我不会骗人的 叶轩哈哈一笑 然后道 去吧 等我 叶轻轻微微点头 哥 保重 说完 他直接化作一道剑光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 见到叶轻轻离去 一旁的那岁月神殿店主顿时松了一口气 叶轻轻在 他真的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叶轩转身看向场中众人 你们有什么打算 眼前这些人可都是人才 能够走到这里的 肯定没有一个是普通的 众人相识了一眼叶轩 然后连忙对着叶轩伸身衣礼 我等想跟着叶公子 来到这里 不代表就安全了 要知道 这岁月神殿店主与岁月神主还在 若是不跟着叶轩 万一人家报复呢 叶轩看了众人一眼 微微点头 那你们就跟着我吧 说完 他看了一眼一旁的岁月神殿店主 现在起 我接管岁月时空 我接下来的岁月神殿店主书 我接下来的岁月神殿店主书